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职,人吹水 大家好,很多網友都查詢問,星星,多了家吃飯 有沒有什麼菜又簡單又好吃又經濟? 來吧,豆腐吧 豆腐的確是一個營養高,又是一個比較便宜的食材 有時候我們回來加個菜,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又可以做到一個好吃的豆腐呢? 這個才是重點吧 我什麼時候都這樣說,越簡單的菜材料,你就要用心去做 這樣家人才能吃到你的心意 今天就買了兩件包仔豆腐 我們外面的豆腐店,一般都會放了三款,我們叫做白豆腐,板豆腐 有一隻是軟豆腐,有一隻是硬的豆腐 這隻是介乎軟豆腐和硬豆腐的中間,這隻是包仔豆腐 我自己做飲食業,我很喜歡用包仔豆腐 因為它既有豆腐的滑味,又有豆腐的豆味 但是做包仔豆腐呢,如果用來煎的話,就比較適合 我們一般做一些火冷飯,炸豆腐 我之前做的那個炸豆腐影片,我也是用包仔豆腐去跟大家分享 大家就可以看看 今天就用這些簡單的材料,烹調一個好吃的豆腐 這兩件豆腐是多少錢呢?在官堂的豆腐檔,街市裡的豆腐檔 是七元,兩件三元半一件 我們回來,我們用一些水油水浸了它 我們就放兩茶匙鹽進去 用鹽水浸一浸它,也是 那些豆腐的豆腐也會有少許不好的味道 就逼一逼它出來 始終它外面的豆腐檔,有時在運送過程中,都會浸水的 那些豆腐,我們就... 逢是包仔,我們都要用鹽水浸一浸它 那相對而言,其他材料就比較簡單 提供一個最基本的烹調的技巧給大家 我們就要幾粒乾蔥就可以了 至於芫荽蔥也是用來做點絕的 那我們就準備三粒乾蔥頭 三粒乾蔥頭呢 我都說過了 最香的就是這些小粒 這些就比較沒那麼香 這些就偏向一些紫陽蔥的樣子 不過剩下了,我們就用它 這些都是很簡單的,我們就全部把它打開 剝皮之後,就輕輕洗一洗 沖沖水就可以了 我們就全部切乾蔥絲 這個菜,乾蔥絲很重要的 這是一個靈魂來的 如果有些吃開齋菜的網友 就可以撇除乾蔥絲 直接是調味醬去煎 就可以了 這粒是變成紫陽蔥 這些紫陽蔥這麼大粒 我們就更加要切薄一點 這樣才可以把那些碗子抹均勻 好,這樣就完成了 好,這樣就完成了 那些芫荽蔥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放一些煲的水 剛才那些就已經倒了一點 現在再倒了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芫荽蔥絲 我們都會放上一些菜油面 或者做一個點絕,或者做一個香味 我們就用一些熟水 煮一煮 煮一煮 這樣就吃得安心一點 這些也是 這樣就慢慢切成一些芫荽蔥絲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放下來了 現在就調味醬汁 醬汁我們用一些頭抽 約3湯匙水 約6湯匙水 然後就約半茶匙的砂糖 想這個味道更好一點 我們就調一個茶匙的蠔油 然後倒進去 如果吃渣的網友 就可以放一些香菇素蠔油 或者調一點香菇粉 這樣就可以了 豆腐約10多分鐘 現在我們就慢慢把它清洗乾淨 我們做這類的豆腐 要清洗也是有些技巧的 我們就不要成舊 拿出來在水裡沖 你一定會沖爛 我們每一次就把水倒進去 把水倒進去 然後把水倒進去 輕輕地移動一下 然後又倒進去 這些包仔豆腐 你很少會洗爛 如果大家去買這類的包仔豆腐 我都建議大家 用一個器皿去買 會比較好一點 最好是封得密的 不要漏水 你直接把豆腐當作老闆 他就會幫你處理 洗完之後 我們也是 吸乾水 吸乾水之後 現在我們就可以改刀 把刀做一點水 一個豆腐 一開四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它開一開 一開一開 這樣豆腐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隨即開火 燒熱它 煎炒它 煎炒它 煎炒後 就把褪色放入 逐件逐件放下去 收慢火 做豆腐 煎得漂亮,不要急 放下去,先煎一煎 放豆腐 盡量在锅汁 燈芯火主要是中间 放下去,不要动 先煎一煎 如果还没定型 要动它,就是阿龙烧炮 一分钟都没够 油温低了 现在就加少少油温 要看到 旁边有少少猛热油份 煎 才是OK的 用二劫去做,你会很开心 为什么 用生铁锅去煎一次 你就知道 这个菜我几年前做过一次 用生铁锅去煎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些豆腐 可以动一动 像喝醉酒 看有没有喝醉 推一推它 如果要动 就证明它还没醉 推它 就差不多可以反到 从第一件开始 大家不要学我了 反过后 这些铁锅 证明这些铁锅 很厚 这些铁锅 这些铁锅 就放在前面 慢慢煎一下 一分钟 它可以动 现在就放一点火力 务求拿起 焦香 煎一煎豆腐的香味 这类型的菜式 很适合装豆腐 其实也是很适合 外国的网友 我相信买盒装豆腐 都是比较容易的 还有干葱 也很容易买到 煎了两分钟 差不多 中间放一点位置 这里可以放些干葱 爆一爆它 让它有干葱的香味 看底部可以不可以 轻轻放一放 肯定是 趁你们看不到才放 看看有点色 现在我们把多余的油分 全部倒入 这边还差一点 这边又煎一煎 两边有颜色 再放中大火 现在就相当简单 我们刚才教过的豉油 现在我们就 慢慢落下来 让它煮滚 接着收一收汁 收汁 收汁过程当中 让它吸一吸香葱豉油 当汁收了一分钟 我们就铲起豆腐 不要心急 好 把豆腐盖起来 煮滚到这样 有点汁 现在我们就关火 接着我们就 中间放一些干葱丝 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灑上 芫荽葱丝上面 一个 只是7元 成盘的菜 我当你连干葱 也不用10元 这样 一个电堂级 是个心意 就呈现眼前 这个煎豆腐 用易蝶锅 去做 就比较容易掌握 当中就用心 慢慢去煎 如果大家有 多少烹饭技巧 就可以用我炸豆腐的方式去做 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说 这是一个基本烹饭技巧呢 这些豆腐 可造性很高 你可以让鱼肉下去 煎鱼肉也可以 也可以 可以让鱼肉下去 做一个 客家煎鱼豆腐 也可以的 喜欢吃豆腐的网友 按个赞 喜欢吃干葱的网友 订阅我 即将吹水的频道 如果两者都喜欢的 麻烦你加入频道会员 我们就继续吹水 一个10元成本不需要的菜 就呈现眼前了 多谢收看 下条影片再和大家吹一个 拜拜 请不吵应 再皇上 下边 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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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